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钓手马城鱼 钓气无净的时间又到了 这次呢来到贵州,贵州山国际路亚基地 在贵州的山里 主要对象鱼呢 是尊鱼 在湖库 这一个水库 大小说是有300来亩 对象鱼比较多 主要对象鱼尊鱼 还有银雪鱼吧 没见过 鲰鱼 还有鲁鱼啊 太阳鱼都有 水质倒不错 但是呢 咱们的拍摄季节呢 是7月中旬 等于是夏天 钓冷水鱼 我估计就得钓 深水了 深水 没事咱们装备也带齐了 先看看钓场的环境 OK 走 OK 介绍一下 这次做钓的装备 火系系列 火系系列就是咱们DAIWA 为了本土鱼而开发的新系列 轮子 杆子 都是 先说一下 枪柄 尺寸是610 我最 用的最多的吧 610做钓 不管是传钓 按钓 2米08 这尺寸相当泛用 远头也可以 近中距离的 那个做钓 覆盖率特别强 所以听说来到这个 也是第一次来的水库 当时就想要需要远头 有点夏季 又得钓得深一点 所以呢 带了一根超翻用 忘了配的是火系轮子 7.1速比 SV显背的 接下来呢 支柄杆 这也是610 2米08 我犹豫了 基本上就带这个尺寸 要不610就7尺左右 完了最翻用 还是610 2米08 也是 从需要远头 到中 近中远 都可以覆盖 搭配的轮子 因为那个反车 都需要的手感 所以呢 2500型号的 ALT 那么火系反车 就相当轻 OK 手感好 那么这两个装备 主要是用点吧 嗯 这次因为 钓冷水鱼 冷水鱼 现在是夏季 说了几次 夏天很热 所以鱼都在深处 所以考虑了钓深处 必有的是 一个是 铁板 还有一个鱼 火性差的时候呢 这儿的 铅笔 铅水铅笔 大一点 看这儿的 沉水铅笔 啊 10克 小10克的 忘了15克吧 16克 铁板也是 10克到15克 啊 这些来攻略深水 OK 现在体内表 北京时间 五点半左右 啊 日出 刚刚出啊 五点半之前吧 啊 就开始有点小出 所以呢 咱们刚开始啊 趁着最凉会 窗口期 所说的窗口期 哈 雨火性高的时候 先掉 咱们是马托出来 大坝 这儿最深的 一天的时间 表面水温 等于是最 凉快的时间 吗 这儿啊 先看看 先不着急 先让它沉 下沉的时候 要有窃口也更好 哇 要没风 肯定现在我玩水面戏了 或者米诺 但是水库一大吧 有深的地方 肯定水温特别低 跟溪流吊增 还是不一样啊 溪流本来那个水温就凉 表面水温啊 流动也大 但水库的话 越深 它们待的现在越舒服 都下了几个 哇 风 暈瘦啊 慢瘦慢瘦 跳冷水一再狐库 还是一早 是最好 啊 水温是最凉的时候 要不那个黄昏那时候吧 就是一天太阳被一 一直晒晒晒 水温非常高 慢慢慢慢才降下去 啊 所以黄昏那时候 和现在的水温 肯定不一样 都是窗口期 所以现在是最呛的时间段